欢迎来到我们的香港简报 粤语版 节目 今日新闻内容丰富多彩 首先我们要讲的是香港海关在一批榴莲货物中 查获了价值高达580万港元的海洛英 并拘捕了三名男子 这次行动展示了海关在打击毒品犯罪方面的决心和能力 接着 我们转到体育新闻 香港拳手如有陪在One Fight Night 24 中短49秒便被苏格兰拳手Amy Perny击倒 结束了他的六年性记录 真是非常遗憾 最后 我们来看看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最新情况 中国目前在金牌榜上领先 而美国侧紧追期后 这场奥运金牌争夺战越来越激烈 令人期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话早报报导 香港海关在一批榴莲货物中查获价值580万港元的海洛英 并逮捕了三名男子 这批从马来西亚运来的空运货物 原本申报为榴莲和麻薯 经过检查 海关发现约8.4公斤的怀疑海洛英 随后 海关在旺角进行了一次控制交付行动 结果逮捕了三名年龄介乎25至53岁的男子 根据 危险药物条例 返运者类毒品是严重罪行 最高可判罚款500万港元及终身监禁 今年6月 海关还查获了价值1.4亿港元的液态冰毒 这是今年最大的一次毒品查获 毒品艺装成辣椒杖从墨西哥走私进来 同样在6月 泰国警方在曼谷机场逮捕了4名男子 据称他们携带了一个装有40块海洛英的行李箱 估值约1000万港元 这批毒品预计运往香港 南话早报报道 在One Fight Night 24比赛中 香港选手如有配在49秒内被击倒 结束了他的6年胜记录 他在原子量级泰拳比赛中 面对苏格兰选手艾米皮尔尼 被阻勾拳击倒 如有配以其侵略性风格赢得了不少粉丝 但这次他的进攻策略却适得其反 另一方面 贾里德·布鲁克斯在首回合提交了古斯塔玉 巴拉特获得了临时草量级冠军投衔 并在赛后被授予巴西游述黑带 布鲁克斯在赛后表示 他已经练习游述15年 终于获得了这个荣誉 作为临时冠军 他可能会与正规冠军若孙雅 帕西奥进行统一战 但他也表示有意挑战他心目中的英雄 现任非两级冠军德米特里奥斯 若寒逊 在副主赛中 梅沙·巴斯托斯被加勉为原子量级率交冠军 他已判定胜利击败了丹尼尔 海尼并获得了5万美元的奖金 独立报报道 2024年巴黎奥运会正在如火如涂地进行 中国目前在金牌数上领先 美国历来在29届下季奥运会中有18次位居榜首 包括1896年雅典的首届奥运会 以及自1996年亚特兰大本土奥运会以来的七届中的六届 中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打破了这一纪录 今年再次成为美国的强劲对手 在东京奥运会中 中国以一枚金牌之差不敌美国 位居第二 日本作为东道主上次排名第三 英国则位居第四 由于俄罗斯因入侵乌克兰被禁止参加奥运会 今年的俄罗斯运动员将以中立运动员 N的身份参赛 不会被计入奖牌榜 法国作为本届东道主 预计将在奖牌榜上攀升 上一届他们以十枚金牌排名第八 奥运会将于7月26日开幕 并于8月11日闭幕 奖牌榜的排名方式是 根据每个国家获得的金牌数量来计算 若金牌数相同 则以银牌数量来排序 再以同牌数量来决定排名 南话早报报道 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 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了一项协议 以促进快速支付系统FPS的跨境连接 为两地商业活动和人员流动创建框架 这项协议是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里与香港金管局副行政总裁 李达致会面后宣布的 双方讨论了深化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的问题 HKMA行政总裁余慧文在6月底的一篇文章中提到 这份量解备忘录将建立一个合作框架 提供一个安全、高效和便捷的跨境支付和结算方式 促进两地的经济活动和人员流动 现时,从香港到内地的汇款上限为每日8万元人民币 约11,015美元 诞生的汇款限额将由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 这些措施将有助于计划在大湾区救治房产的香港人 FPS至2018年由HKMA推出以来 24-7运作,支持港元和人民币支付 但在中国内地的直接支付仍在进行中 今年5月,香港居民可以使用FPS为其ECNY钱包充值 这是数字人民币试点的一部分 只在使跨境零售支付更加便利 《南话早报》报道 巴黎奥运会第八天的比赛以金牌和成功女性为主题 中国运动员在网球,羽毛球和冰冰球决赛中追逐荣誉 郑一文在罗兰,加洛斯的红土场上追求女子单打冠军 陈梦章争夺女子单打冰冰球冠军 而羽毛球女子相打决赛则事传中国对决 香港女子游泳队也备受关注 何思佩和其他队员将参加4X100米混合泳接力赛 除此之外,还有自行车、田径和射击等比赛在法国首都进行 蔡伊维亚网球明星得药科为其赞扬 杨郑一文的奥运表现,清奇对中国和网球运动具有巨大意义 中国网球获得银牌,法国对阵亚根廷的比赛因30人混战而陷入混乱 丹麦与羽毛球选手安塞以深距离为免金牌紧差两场胜利 《南话早报》报道,因为前往巴黎观看成人秀 而被内地当局封杀的中国女星Angela Baby、杨荣 正逐渐恢复公开活动 这位出生于上海的香港居民在2023年前往法国观看巴黎封马售后 被内地当局远封杀 7月底,他主演的电视剧《伤思令》获得内地批准播出 意味着他的禁令被解除 杨荣在巴黎的出现被视为支持色情活动 虽然中国政府没有公开谴责他 但他在三个月内被禁止使用微博和抖音 并且一些国内公司终止了与他的广告合作 去年底,浙江为时尾邀请他参加《奔跑罢兄弟》的最新贵 这是他参加了十年的节目 去年拍摄完成的至少五部电影和电视剧仍代审批 最近几个月,杨荣通过偶尔在微博上发帖逐步回到公众视野 他在六月底参加了一场直播大货活动 杨荣曾被称为内地最美丽的女星 尽管他的表演技巧经常受到批评 他在2015年与一线男星黄晓明结婚 并于七年后离婚 两人欲有一个七岁的儿子 《南话早报》报导 Jaita Ng自小在香港长大 对美食有着敏裔的臭觉 他与父母住在香港岛的博芙林 经常与母亲一起攀任 他的暑假也会在日本与他的日裔外婆和大家庭度过 大学在苏格兰学习心理学后 他在伦敦从事广告工作五年 但最终对这份工作失去了热情 2016年 他在大阪学习日语期间 拜访了在东京的表妹 并在二星米其林现代怀石料理餐厅店用餐 这次用餐经历让他决心投身美食行业 他随即联系了餐厅的老板夫妇 并获得了工作机会 七年间 他在前台和后厨工作 并学到了很多烹饪技术 后来 他决定回到英国 并在伦敦的高级餐厅Kitchen Table工作 也曾在2023年底于京都的三星米其林餐厅 Norma的快闪店短站工作 最终 他回到香港 与米其林一星餐厅Determan的老板Danny Yip合作 并在伦敦举办了他的三天快闪餐厅活动 他的多度粤菜品上菜单包括炸鸡池 叉烧和萝卜粿糕等 NG的目标是开设一家餐厅 让顾客感受到像在亚洲妈妈家中用餐的温暖 南话早报报道 国泰航空旗下的廉价航空公司HK Express 将于今年年底开通香港至越南赴国道的航班 这一宣布是在香港特首李家超上周访问越南 柬埔寨和鲁窩后发布的 国泰航空CEO林兆波表示 公司致力于推动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发展 并加强香港与中国内地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连接 国泰计划在2024年第四季度开通到越南赴国道的新航线 并将在本月再次进行越南的招聘活动 国泰环与柬埔寨机场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将从10月27日起将飞往金边的航班 频次从每周五班增加到每日一班 李家超在访问期间表示 老窩、柬埔寨和越南同意考虑放宽商向访客入境要求 并可能在该地区设立新的经济贸易办事处 访问期间,总共签署了55项合作协议 南话早报报道 香港过去两年内从富裕租户手中收回了约5000个公屋单位 包括哪些拥有豪华汽车的租户和拥有跨境物业的12名租户 房屋处处长罗淑佩表示 这些收回的单位相当于一个中型公屋屋村 建设成本约为50亿港元 他指出,政府加强了对富裕公屋租户的监管 并要求所有租户每两年申报一次收入和资产 他的同事们积极关注公屋停车场内的豪华车辆 并对其进行调查 自去年9月起 政府鼓励物业管理和清洁公司报告疑似滥用公屋的租户 并通过这一途径收回了38个单位 罗淑佩还透露,政府正在考虑帮助年轻人 构置房屋的计划,并呼吁年轻人不要过早申请公屋 他强调,这需要进行人生规划,并需要仔细考虑 南话早报 香港特首设立的调查小组将参加香港大学即将举行的校务委员会会议 旨在解决校长张祥与校务委员会主席黄佩西之间的矛盾 教育局未确认此计划,但表示该小组已经进行了超过50次访谈 包括于张祥、黄佩西和其他校务委员会成员,以及高级管理人员 在6月,特首李家超宣布成立调查小组,澄清事实并提出解决方案 该小组由教育局常任秘书长李美常和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主席雷添良领导 计划在两周后参加校务委员会会议 消息人士透露,该小组的出席可能会影响大学的学术自主性和程序一致性 教育局发言人表示,小组将尽快完成工作 促进校务委员会和管理层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并改善运作和治理 南话早报 体操女皇西蒙,拜尔斯在巴黎奥运会上奪得个人金牌 展示了韩性的魅力 拜尔斯出生于俄亥俄州哥伦布时,童年并不幸福 因为生母欲走和吸毒,他被祖父母收养 六岁时,他在一次日托活动中接触到体操 从此开始了他的体操生涯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他赢得四枚金牌 但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因为精神压力而退出比赛 如今,他在巴黎奥运会上强势回归 带领美国女子体操队奪得金牌 并在全能决赛中赢得个人金牌 运动员的生活充满起伏,只有坚持 毅力和勇气才能战胜病痛和伤病,变得更强大 香港的运动员张家朗和江文慧在剑击比赛中表现出色 赢得了奥运会的荣誉,但也遇到了一些负面事件 比喻对手的无礼行为和对中国运动员的偏见检测 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学习运动员的奥林匹克精神 将其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南话早报 驾驶我的出租车离开丽江永济的游客区后 我才想起问司机他的名字 我叫姜,他说,就像蔣介石那样 他吸了我一张名片,原来他是江中汉的后裔 江中汉是十九世纪的一名中国将军和商人 他之助建造了中国最古路的长江桥梁之一 这座桥梁位于云南省 我们的目的地是这座桥,司机该傲地说 我是他的第六代直系后裔 根据清史稿,这座桥名叫金龙桥 建于1890年 江中汉出生于1838年 在云南的偏远山川成长 后来加入军队,并在战斗中表现出色 1876年,他创办了福春行公司 经营丝绸,珠宝和药材 1886年,他用公司的利润资助建造了这座桥 江中汉的桥改善了云南的贸易路线 并成为当地的重要交通枢纽 江中汉在1903年去世 享年约65岁,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 南话早报报道 香港的金融监管机构 银行和社交媒体平台正面临着 打击金融诈骗的巨大挑战 今年6月的一个星期日下午 李小姐接到了8个自称是微信客服的电话 对方声称他因为在微信的理财平台上 取消保险时提供了错误的资料 导致他的信用卡和银行账户被冻结 对方要求他将每日汇款限额提高到100万港元 并进行多次转账以验证身份 这些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 最终李小姐在4小时的电话后 被骗走了57万港元 这类授权推送支付 译诈骗在英国将于10月7日施行的申法下 银行虽对受害者进行赔偿 但在香港 李小姐却无法追回他的损失 除着诈骗案件和损失的激增 香港的监管机构和银行正在努力应对这一问题 并探索引入新的法律和技术手段来 更好地保护公众 《南话组报》指出 即使在经济不稳定的时期 珠宝市场仍然是一个亮点 根据最新的骑士忽兰克奢侈品投资指数 KFly、珠宝市2023年表现第二好的资产类别 年增长率达到8% 珠宝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 是基于其所含的贵金属和宝石 这使其在经济不确定时期 成为一个不错的投资选择 收藏家对天然色彩的未经处理宝石 如缅甸红宝石 黑杂米尔兰宝石和哥伦比亚祖母陆的兴趣不断增加 此外 名人的影响也推动了奢侈珠宝的需求 例如得雷克尔100万美元购买图帕克 夏富尔的皇冠戒指创下了希哈纪念品的记录 虽然奢侈品市场整体有所放缓 但珠宝市场的韧性显示出某些奢侈品类别 能够抵御更广泛的经济动荡 南话早报报道 意大利拳击首安吉拉 卡里尼在巴黎奥运会上 因为与二万克利夫的比赛引发的争议而道歉 卡里尼在比赛开始后46秒放弃了比赛 这一决定引发了全球的愤怒 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 许多人指责克利夫是变性人 卡里尼表示 他对这一争议感到难过 并尊重国际奥委会的决定 比赛中 卡里尼在被击中后表示不想继续比赛 并拒绝了克利夫赛后的握手 意大利总理乔治亚 梅洛尼和奥委会批评了 将克利夫纳入女子拳击比赛的决定 国际拳击协会 二报宣布 尽管卡里尼输了比赛 但他仍然会获得五万美元的奖金 这一性别争议始于2023年3月 当时尼波在克利夫的金牌赛前 取消了他的资格 国际奥委会称这一决定是 突然和武断的 并没有任何程序 伊博主席乌马尔 克雷姆列夫表示 只有合资格的运动员应该参加比赛 以确保安全 南华早报 我还记得在1990年代的某一天 我穿着一条黑色花裙 兴奋地走上香港一家高档商场的自动扶梯 这是我第一次读字购物 当我在精品店站定时 一位销售助理用普通话 问我是否需要帮助 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高傲 让我感到自己似乎不被认可 虽然我用广东话回答他只是随便看看 但那一刻 我感觉自己被贴上了一个标签 似乎来自某个偏远的中国内地小城镇 作为在新加坡出身的华人 我一直对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 然而这次经历却让我第一次感受到 因外貌而产生的偏见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 世界对华人的看法也在变化 在1990年代 当我在土耳其和法国旅行时 经常被误认为是日本人 而现在 无论我在哪里 经常被当作是来自中国的游客 这些经历让我意识到 无论我们如何定义自己 外界对我们的看法依然充满了偏见和假设 南话早报 香港游泳选手何思佩在巴黎奥运会上 获得了两枚铜牌 但香港游泳总会会长黄敏超对此表示 有点遗憾 何思佩的教练汤姆 拉斯顿认为这些评论记令人失望又缺乏经验 他指出 美国选手托里 赫斯克在提高了自己一百米自由泳的最佳成绩后 却受到了赞扬 而中国选手潘展洛泽因创造了世界纪录而受到质疑 拉斯顿表示 何思佩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自由泳选手之一 他的成绩已经证明了一切 何思佩自己也对是否继续参加比赛感到犹豫 他表示无论未来如何 他都会成功 这次奥运会之后 何思佩可能会考虑参加12月的世界短持游泳感标赛 然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计划 南话早报 在香港大学的毕业典礼上 2024届的毕业生们穿着黑色长袍 戴着学时母 庆祝他们的成就 然而 许多毕业生对进入全职工作感到担忧 22岁的国同学表示 他希望在全职工作前先做一段时间的懒人 因为全职工作会让他失去自由 另一位22岁的毕业生吴同学則表示 他对找工作感到非常担心 尤其是身之问题让他感到焦虑 吴同学希望能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平衡 他认为生活的意义不仅仅是赚钱 相反 23岁的五同学則希望成为第一代富人 通过投资和创业来实现财务自由 人力资源专家表示 近年来 毕业生更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这对于雇主来说是一个挑战 因为他们需要通过非财务激励来 吸引和流传年轻人才 南话早报报道 李嘉诚旗下的药企Hatmed 中国在香港设立了首个药物研究设施 选址于白石角的香港科学园 这个设施将与医院和大学医学院 合作进行药物发现工作 Hatmed的CEO兼首席科学官苏惠国表示 香港的生物科技产业在过去几十年迅速增长 得益于政府对创新和技术的发展蓝图 香港科学园内已有超过 二百六十家生物科技相关公司运营 Hatmed计划在2026年落马洲的香港 深圳创新科技园首批 湿实验室启用后扩大在港的存在 苏惠国指出 Hatmed的科研团队将与大学研究人员合作 将前临床结果转化为临床试验 并寻找潜在的抗癌药物分子 Hatmed将利用科学园的设施和服务 包括药物安全测试中心和基因测序设备等 并按使用量收费 长期来看 Hatmed希望利用落马洲创新园的 无边界优势 特别是对跨境临床试验样本移动的限制将被取消 这对于样本的有效性至关重要 Hatmed在今年上半年报告正利润为2580万美元 较去年同期的1.686亿美元大幅下降 主要原因是去年来自日本武田制约的初始和里程 被付款大部分已计入收益 南话早报还报道了香港豆腐丑闻后 回顾了被认为是豆腐发明者的中国皇子刘安的故事 刘安是西汉开国皇帝的孙子 据说他在东中部中国创造了豆腐 刘安对健康和营养有深入研究 并且在母亲生病时发明了豆腐 吸母亲饮用后他恢复健康 刘安在141年前后的一天 于安徽省的八公山上年制长生不老药时 无意中涨石膏或盐水 调入豆腐中 液体形结成了豆腐 这个故事被记载于几个历史文本中 虽然这些记录是在刘安去世几个世几后才写成的 腐乳是经过发烤的豆腐 有几种不同的区域性口味 八腐乳味道清淡 红腐乳则因添加了红曲米而有丰富的鲜味 六腐乳则像臭豆腐一样 味道极为强烈 广东的南乳是一种红腐乳 带有一点辣味 通常用于搭配白米饭或粥 也可用作调味料 提升蔬菜或肉类的风味 南乳最常见的广东菜是南乳通菜 将南乳酱汁淋在通菜上 不过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腐乳或豆腐 有人甚至觉得豆腐的口感像 穿过的牙签 无论是叫豆腐 豆腐 韩国的叫表 还是马来语的Tahoe 豆腐都是一种便宜且环保的蛋白质来源 世界应该多吃豆腐 谢谢你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道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道简报的立场 也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道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colon6dubrief.com 你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道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